大家好啊 我的二花炭发生器终于没有炮了 这个超级夸张 这一次灌呢我从4月28用到了8月28整整用了4个月 它一直都有炮 然后一个星期之前我就觉得它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就把这个放到了最大 基本上一分钟两炮 然后我就出差了 一个星期以后它终于没气了 我们今天来给它灌一下 拧开的时候还少了一点点的气 首先看到这个瓶口还是有一些残留的 这块倒挺干净的 没有什么东西 放到一旁 这次倒出来的 还是有一些没有溶解的残渣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化学都已经交给高中老师了 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我买的这个柠檬酸 然后配的200毫克的小苏打 也就是说我买的是最便宜的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下它竟然用了4个月 超级夸张 看一下我的原料 柠檬酸2500克除够级的 这并不是实用级的 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这袋子都变成黄色的 可能是这个酸的原因 小苏打200克是这个实用级的 因为这个最便宜 然后还会冒烟 所以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我在网上特意买了一个漏斗 很开心 要是没有这个漏斗的话 这个倒起来 就会倒到它的那个壁上 这样情况下的柠檬酸 比的应该是1比1 也就是200克的小苏打 到200克的柠檬酸 但是我发现这个柠檬酸 也有网友说这个柠檬酸的级别 可能是不太够 可能它不是很纯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柠檬酸 量不够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就稍微加大一点柠檬酸的量 上次是用了300克的柠檬酸 然后结果产生了4个月的效果 搞得我到后来都不知道 它放出来的气是不是二号它 但应该还是 那我们这次看看 我们给它放350克如何 先倒200克 柠檬酸特别像白糖 它这个稍微还是有点粘度 那我们再倒250克 450克 450克 把它倒到这个发生器里面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表 正常这个表的压力表呢 它是可以到这个绿色的区域的 如果要是就是从网上买的这种专业的 但我这个就一直就能起来一点点 到时都倒不了 就起来一点点 但是却一直有泡 这次呢是400 好这是200毫升 然后我们倒到一个容器里面 因为我希望它速度快一点 倒到一个容器里面 因为加上水以后 它马上就开始反应了 网上说呢最好能够缓慢的倒 哎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 这个要把它盖开 否则气体就会跑出去 我的这个压力由于不太够呢 所以我顶不起来这个细化器 所以我是直接把它捅到了 我的这个鱼缸的底律里面 打开这个方 你看 既然都没有这个氧化碳产生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反应系统呢 可能有一点点的问题 就是它反应过慢 但是呢也造成了一个效果 就我一秒一泡的情况下 可以用四个月超级寡 好 我可以晃了 让它们充分的地律里面摇晃一下 我看看有没有泡产生 应该没有泡 看 没有泡产生 记录一下 柠檬酸350克 小苏打200克 水400毫升 到了我的底绿缸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已经开始冒泡了 已经开始冒泡了 但你看这个压力表 好像纹色没动的样子 但是从什么能看出来呢 大家看到这个变化了没 这上有水的凝结 因为它在反应的时候会要吸收大量的热 能明显的摸到这个地方是很凉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我把它撞到底绿里面 然后它是有一根管子 通过这根管子呢 我们把它 我把它怼到了这个 下 就是往上泵水的这个水泵的底下 这样它基本上可能一秒到两秒 就会往这个系统中 往这个水泵的进水口放一个泵 然后它就把它吹到我的这个循环系统中 看看我的鱼缸吧 嗯 最神奇的是这个草 这个草原来是比较小的一株草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疯长了 而且现在长出了一个水上叶 这个叶子已经长到水上面了 我养的鱼呢 这不是很名贵哈 这个有这个火皮鱼 然后呢 还有这个旁皮 就是这些这些小鱼 还有一些绿色的这个是斑马鱼 我今天呢 把底沙简单的吸了洗 所以呢 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灰尘一样的东西 使得这个鱼缸有点雾蒙蒙的 过滤一宿就会好一些 但是我的这个草长得一般般吧 叶子比较大 但是状态不是很好 而且要吐槽一下这个矮珍珠哈 不知道我这是不是纯种矮珍珠 哎 它这个不怎么往这个泥土上扎 然后呢 它都会经常跑 经常起来 搞得我这个鱼缸里面 到处都是这个草 本来挺名贵的东西 现在搞得特别的不好 反倒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草叫什么草 毒公草啊 长得太疯狂了 基本上一个月就能爆缸 就长得满缸都是 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 给人送人 这就是我的一个小鱼缸 还不错 上面还有一个自动喂食的东西 这样我这个鱼缸 基本上是平时不用我管的 然后我还用了一个小米的 自动的这个WiFi的定时器 然后它可以自动的 让它开灯关灯 所以还是蛮方便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拜拜